OK 本来开始我们讲个人主页 我们上一章讲完那个创建微博之后 既然我们创建了微博数据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在个人主页里面 把这个微博的数据显示出来 对吧 就是显示自己的微博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我们在上一章是在首页创建的微博 不在首页显示 那因为首页显示比较麻烦 首页显示的微博呢 一般是自己的微博 加上自己关注人的微博 对吧 那现在关注人呢 我们还没开始做 所以说首页那块呢 这个显示呢 我们先放一放后面再说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比较简单的 这个个人主义的微博给它做出来 这会比较简单 所以说我们就先从易到难 一步一步的来 好 首先也是先看这个模板和路由 这个模板呢 我们是后端渲染数据 那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SSR 之前我们也提过了个概念 SSR这个概念就是后端渲染 所有端渲染对不对 所有端渲染这个概念其实比较老了 不是一个RECT或者VUE新奇的概念 大家要记住这个知识点 它是个比较老的概念 就是其实我们在做登录注册 以及那个首页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用的了这个后端渲染 比如说登录页的时候 我们渲染我们后端渲染一个什么呢 会判断一个是不是登录 如果登录的话 我们就直接让它进首页 这个大家可以再回顾一下 这块就是后端渲染逻辑 当然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个人主页 包括我们接下来做的各种列表页 这个最明显的这个后端渲染的逻辑 就是个人主义的所有的第一页数据 都是我们后端渲染完 直接传给前端的 并不是前端那个通过安甲克斯 去访问再渲染的 然后呢是加载更多 加载更多这个就不是后端渲染 加载更多是我们用SSR渲染完 第一页之后 加载更多再去加载第二页的时候 就必须通过点击一个按钮 对吧 然后访问所有端的API 然后拿到数据之后 再由GS渲染到前端 这个逻辑就不是后端渲染了 所以说通过学习这块 我们能体验到后端渲染的一个思想 以及体验到前端渲染的一个思想 最后呢是单元测试 所以这就是我们本章所有的内容 内容相对来说呢 比较通俗易懂一些 中间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难理解的地方 比如加载更多这块 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它涉及到翻译 但是我觉得回顾之前的 我们讲的那些 Cecualize 旅库的那些知识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本身 具有的一些前端的知识 我觉得这块也不是什么问题 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 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去理解 然后我们就看 一年线和模板吧 然后我们先是创建 这个东西错了 应该是回顾 回顾创建模板的技术方案 这么写也没问题 创建模板的技术方案 就是先把之前的技术方案看一下 就是跟讲之前的章解 是一个套路 先把之前的技术方案回顾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查看模板代码 就是模板代码 我们直接写好了 放在这儿 然后给大家一行一行解读一下 最后呢 是开发路由会加载更多 做完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这个开发部分就已经做完 OK 这个图呢 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图应该有印象 这个图呢 注意三点 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 上面这个路由 是profile 张三 张三是用户名啊 就是profile 后面根本用户名 就是某个人的个人主页 这个种路由形式呢 就是比较符合 那个Restful API的路由形式 然后下面导航是一样的 然后那个 微博列表和加载更多 这块呢 是我们要做的 然后微博列表呢 这会儿我们要从后段 去把这个数据渲染出来 这是我们注意的第二点 就是微博列表 就是所谓的微博的第一页 第一页是从后段 直接渲染出来 然后加载更多 是加载第二页 对吧 点一个加载更多之后 就需要一个接口 给我们实现一个 API profile 路的帽 加载更多 然后这个地方需要两个参数 就是 用户名 就是用户名 对吧 加载谁的 对吧 加载更多 可能加载某个人的嘛 然后配的index 就是我们加载第几页的 对吧 加载更多就是加载第二页 再加载就是第三页 所以说我们需要传入一个 配的index 以及这个 the name 这两个传过去 然后呢 是预测一个个人信息 我们要开发 个人信息呢 就是显示一下 自己的一个头像 自己的昵称 然后这会儿 显示完之后 我们这张内容就结束了 下面这个关注和取消关注 这个接口我们先不做 粉丝列表和观众列表 我们也先不做 所以说这三部分 我们先不管它 总之呢 我们看这个模板 我们需要看的就是三部分 第一个是路由 我们要通过实现一个路由 把这个模板渲染出来 然后渲染的时候呢 我们要后端渲染 这个微博列表的第一页 也就是个人微博的第一页 然后以及个人信息 后端渲染出来 然后呢 我们还要开发一个 叫罗德帽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 是用于加载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这样的加载更多的 这个功能 这是我们本章 需要做的 开发的一些事情 好 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直接去 查看模板的代码就好了 好 回到代码中 我们先回到控制台里面 首先呢 我们要 现在是在master分支 对吧 然后我们也看一下 我们的基本的一些信息吧 罗德第四页 的版本 以及ready server 是不是已经启动 我这已经启动了 然后我们去拉一个分支 开口的当地 future 叫profile 个人主义的分支 在这个分支里面 我们做自己的功能 OK 那先是做模板 对吧 模板的话 我们还是在这个vios里面做 vios现在呢 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了 对吧 登录注册 首页 还有什么 用户设置 等等这些 然后我们需要再建一个叫做profile的 egs模板 好 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需要做哪些个事情 我们把这个代码直接考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个人主页的所有的代码 看上边有个头 对吧 下边有个尾 这个都是一样的 对吧 下边有个尾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左右侧 好 就是个人主页里面呢 它分为 先保存一下 个人主页里面 它分为左侧和右侧 左侧和右侧 其实这个布局呢 跟我们上面这个图是一样的 左侧就是这个比较大的这部分 右侧就比较小的这部分 然后右侧呢 比较简单 它就是一个个人信息 对吧 然后个人信息呢 它要引用一个组件 Vegis里面的UserInfer这个组件 所以说呢 我们还要在这个 我们的Vegis里面建一个UserInfer 表EGS 这么一个EGS组件 UserInfer呢 我们把代码也直接考过来 OK 考过来之后呢 我们先保存一下 我们看看引用这个组件 需要传论的信息啊 传论信息首先是UserInfer UserInfer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Session里面的那一头 UserInfer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往Session里面存的什么东西 包括那个用户ID 用户名 用户的昵称 对吧 用户的头像 这些 然后AceMe AceMe就是说 就是类似于这个地方 我们看看这个地方 访问的这个个人主角 这个用户名是不是自己 如果是自己的话 我们要显示什么信息 如果不是自己的话 我们要显示什么信息 对吧 如果不是自己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要显示一个什么 关注或需要关注的一个信息 对吧 如果自己的话 那我们就没必要显示这个按钮了 我们就显示一个 比如说 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啊 对自己的消息的这些信息 所以说我们得判断一下 这个变量呢 我们这里面用的时候呢 不会立马用的 但是我们可以先传上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可以实现这个AceMe了 我们就判断一下 这个用户名是不是 Session里面的用户名 就可以实现 然后这两个呢 暂时我们先不加 我们先可以先注释掉 这个miFollow的就是 跟那个关注有关的东西 然后Scount 就是跟个人信息有关的东西 所以说这两个我们先不加 我们先有这两个就行了 好 保存一下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组件里面 是怎么用的 这两个信息的 组件里面 首先上面有一个 显示一个Picture 就显示一个用户的头像 对吧 然后再显示一个昵称 这两个呢 都是从UZINFOR里面去获取的 也就是说 从我们这个地方 传在这对象里面获取的 就这些我们要 本章就要做出来 然后如果是AceMe的话 如果AceMe的话 就显示一个什么呢 显示一个爱得知道我的 但是这话呢 我们没有开始做 没有做没关系 就放在这就行了 放在这 我们不用管它 然后这如果AceMe 如果是我自己 如果不是我自己 就不是单向的用户 我们访问别人的个人主意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显示一个叫按钮 叫关注或取消关注 当然这个按钮在那 就是一个摆设 真正实现的地方呢 是在下面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要实现两个按钮 一个是取消关注 一个是关注 但是我们本章 不会做这两个功能 所以说我们就 哪个摆设 哪个按钮放在这 这个地方呢 我们到时候会删着它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不用管它 再往下GS GS相关呢 是关注取消关注相关的事情 要关注此人 以及取消关注此人 这些我们都不会做 所以说我们都先不用管它 我们都先不用管它 OK 反正就是到这来呢 我们就能保证 它能显示出用户的图像 用户的昵称 以这个地方能做一个判断 然后它只要拨拨错 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这个右侧的 这个个人信息这部分呢 我们就算是在本章 已经把这个任务又完成了 其他的功能呢 我们接下来再说 好 那这是右侧对吧 然后左侧我们看一下 左侧上面有个标题 个人空间 这个就是一个全定谈的 这个没关系 然后在下面 大家看 有一个Blog Data Blog Data里面 需要什么东西呢 需要 第一个需要一个 It's Empty 就是这个当前的个人主页 当前你的微博 是不是空的 就是你如果是 你刚刚注册的用户 你进了个人主页 你还没有发表 任何一篇微博 就是你刚注册了 没有发布任何一篇微博 那进来之后 应该显示一个三无数据 对吧 是空的 那这个It's Empty 这个呢 我们要后端传过来 从我后端计算 那算出来 它是不是空的 那这是空的 对吧 那如果不是空的呢 我们就显示一个微博列表 这个微博列表呢 就是第一页 这应该加一个注释 第一页 第一页呢 它是通过一个 Blog.Blog Data 来去显示的 通过这个来显示的 比如说 我们Blog Data里面 要显示 要传入一个 It's Empty 还有一个Blog Data Blog List Blog List Blog List 这个东西 就是个人的第一页 第一页的微博的列表 它需要传入一个 叫做Blog List 一个EGS组件 我们就建一个Blog List 要EGS 好 同理呢 我们把这个代码 也靠一下 简单看一下 好 Blog List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它需要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们看 它的变量就可以了 首先 它对Blog List 作为一个循环 这个EGS的循环 我们之前也讲过 对吧 就是只要用Force就可以了 然后针对每一个Blog 就是每一个微博 它都显示一个 微博的用户的头像 也就是说 创建该微博的用户的头像 以及微博的图片 就是微博里面 是不是上张图片了 然后呢 是微博的一个昵称 昵称点击链接 会到这个 个人主页里面去 比如说 这个地方显示的 就是创建微博的这个人 也有你的昵称 然后昵称有个链接 有链接的话 直接到这个Profile Profile 然后后面有一个用户名 就到个人主页里面去 这个路由 其实正好对应到我们 上面这个地方的路由 对吧 谁的个人主页 就到谁的用户名 那边去 这个地方输入一个用户名 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呢 是Contin 就是微博的内容 比如说 这个地方显示的是什么 显示的是 该用户的 就是创建微博用户的头像 以及 微博的一个图片 你微博可以上张图片 对吧 然后微博的内容 以及这个 微博就创建微博的 这个名称 然后下面呢 是它的一个 CreditAds CreditAds就是创建时间 对吧 但是创建时间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格式化 这个这方面我们后面会演示 就是格式化 格式化完之后 创建时间就比较符合 我们的预期了 如果没有的话呢 创建时间不是很好看 我们格式化之后 我们的时间 就会变成比如说 哪一小时 哪一分钟 哪一天 这样的话比较好理解的 一个时间格式 总的这个地方 就是把时间格式 时间格式化一下 然后下面是个回复 这个需要传入一个 CanApply 然后去叫我说的回复 这个回复呢 我们当前不用做 所以说这个if里面的 什么东西 我们都先不用管 就是能显示一个时间 就可以了 这个下面我们都先不用管 然后遇到之后 我们再说 OK 那接下来GIS里面呢 应该也都是回复的那种 就这个什么设置焦点 以及什么 下面这个回复 都是回复的那种 所以说回复的那种 我们也一中先不用管它 总之是 我们这个微博列表呢 能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目的 对吧 好 那再往下 微博列表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是 这是第一页 第一页后段渲染出来之后 我们就加载更多 加载更多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也需要引入一个 加载更多的组件 叫路德茂的一个组件 然后它有个条件 F条件 就加载更多 我们什么时候显示呢 我们是 Blog Data 叫Content 这个Content 是一个 我们所有微博的总数 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当时讲 Syclarize的时候 我们说过查询分页的同时 我们还要查询 这个所有的总数 对吧 也说是你 你自己个人微博的总数 要大于这个 当前第一页的 这个Blog List 就第一页 对吧 上面说了 第一页的数量 比如说你当前 微博的总数是100条 然后你第一页是10条 比如说每10条一页 这样的话 对吧 你刚刷新的时候 第一页显示10条 那你这个当前 你所有的微博是100条 那可能要显示 加载更多 对吧 因为它还有第二页 第三页 那如果是你当前 微博的数量是5条 然后第一页的数量 也是5条 也就是说你一共有5条 微博 第一页就显示完了 对吧 这样的话就没必要 去再显示这个路 加载更多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 要做一个判断 不能说什么情况下 我们都显示加载更多 只有它有第二页的时候 或第三页的时候 我们才显示加载更多 对吧 它如果是第一页 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微博 全显示完了 那我们就没必要 显示加载更多 这个逻辑大家要注意 好 加载更多这个组件 我们也建一下 loadmark.egs 好 这个里面的代码 我们也考过来 看一下 先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传人的参数 PateSat就是当前 就是每一页有多少条 然后PateIndex就是 当前是第几页 然后Count就是所有的条数 然后ContainerSelector 就是我们的微博列表的这个ID 因为我们加载更多完之后 我们要把它渲染到这个 微博列表中 对吧 点一下再更多 那比如获取的第二页也好 计判也好 我们要把这个数据渲染到 这个整个的这个微博的列表中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 然后API 就是我们加载更多的时候 需要调用什么API 大家看这个API 是API profile loadmark 后面加一个utername 对吧 好 这个API 我们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我们这个地方的API 就是API profile loadmark 后面加个utername 对吧 就是到这儿为止 到属于这个地方为止 已经对应到了 我们的代码中的这一块 但是这个PageIndex 还没有 对吧 那没有的话 我们继续往里面看 好 在这个里面 我们先找一下API 这是我们的API 对吧 API之后 你看API后面又加了个 NextPageIndex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NextPageIndex 就是当前的PageIndex 当前的PageIndex 加1 然后它拼接完之后 首先在格式上 这个API 我们刚才看过了 然后再加一个 NextPageAPI 它的格式上 肯定是符合这种要求的 对吧 就是格式上 肯定符合我们的 这个这个要求 然后为什么是 NextPageIndex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传入的这个PageIndex 是当前的页面 比如当前是第一页 当前是第一页 如果我们想 点加一个更多 你是加载第二页 对吧 所以说要加个1 就是下一页 好 这就是加载更多 然后这里面 加载更多里面 它其实就是一个按钮 就点击加载更多 然后点击完之后 我先要去把这个API拼接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API拼接出来 然后把这个数据获取完 获取完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数据的 出现到页面上 OK 这儿其实还有个逻辑 就是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 这个是否要隐藏 加载更多 比如说我们一共是两页 假如说我们一共两页 高上一页面 显示的数显示第一页 对吧 那判断有第二页 然后点击加载更多 点击加载更多 完之后 加载完第二页之后 发现这个总数量 和当前的数量 已经相同了 虽然当前数量是两页 对吧 所以说这个情况下 就要隐藏加载更多 所以这个地方 有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隐藏加载更多 和我们上面这个的判断 这个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 让用户体验更好一些 就是不能什么情况下 都显示显示显示的更多 你都没有更多了 你还加载什么 对吧 OK 这个大体上 就是这个 加载更多的这么一个逻辑 然后这里面呢 就是主要的核心的逻辑 我都已经说明白了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接口 大家一定要对应好 就是我们每次剪辑的时候 都加载当前用户的 下一页的这个微博数据 并且呢 我们还要有意识的去判断 它是不是有些地方 可以把它隐藏掉 所以它没有更多 我们就把它隐藏掉 OK 那整个模板呢 就是到这儿啊 可能就是我们一下子 做了四个 就是加上组件 我们做了四个模板啊 看起来稍微有点复杂 没关系啊 就是我们在 接下来在做路由 或者在那个写 加载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会在 接下来再去回顾一下 这里面的一些 和后端的相关的一些 重点的一些知识 我们会在这儿 再继续去回顾一下 好 完事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去把这个 路由给建一下 对吧 好 那建路由呢 我们肯定是要在这个 路由里面去 这个路由里面去 然后我们找一个view 对吧 它是页面嘛 vlog.js里面 这已经有首页了 然后我们再建一个 个人主页 好 个人主页 我们看一下 也是用get 然后这个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路由设计 是profile 然后后面加个用户名 是吧 所以说我们的路由设置呢 应该是一个 路由加一个动态参数 动态参数 我们之前也已经 讲那个quad 演示的时候 就在第一章 我们演示过了 OK 那接下来呢 肯定还要加一个 login in readyrex 一个增路的 一个校验 然后接下来开始 需要我们自己的逻辑 好 这里面呢 最终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我们要去 渲染出这个 ctx.render 然后渲染出这个profile 这个界面 这个名字呢 就是我们这个profile 叫egs的文件名 然后后面呢 我们要加很多参数 对吧 加这个参数呢 我们接下来会 挨着讲 然后那个 这个参数 肯定要和前面 这个egs的参数 都对应起来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 肯定会有个 isempty 有个bloglist 有个count 对吧 还有什么pate size 等等这些 都应该加上 好 那这我们先保存一下 先保存一下 我们先布写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 我们在访问 个人主义的时候 有可能会这么访问 以前的有可能 会这么访问 就直接访问profile 他如果直接访问profile的话 他默认是什么 他默认就是 显示自己的用户名 是吧 就是默认是 显示自己的个人主义 如果profile后面 加上别人的用户名 那就是访问 别人的个人主义 所以说他如果 直接访问profile的话 那我们要处理一下 就是默认他显示 访问自己的 访问自己的 这个个人主义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根据我们现在 学的知识呢 首先 我们要从session里面 获取自己的用户名 对吧 他要访问自己的 个人主义 我们就获取自己的 从session里面 获取自己的用户名 然后去 做一个跳转就行了 跳转就是 这个cts.readyreact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之前在讲 中间线里面 这个登录验证的时候 我们讲过 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过 他如果没登录 我们就跳到 这个登录页 这个地方讲过 就是用这个 readyreact的这个API 这就是跳页 readyreact 然后跳到哪儿去呢 跳到这个 就跳到这个地方来 对吧 profile 我们往下自路串吧 profile 然后 加上当前的用户名就好了 OK 也就是说 前端访问这个路由的时候 我们就获取自己的用户名 然后跳到自己的个人主义 然后正好面诺 面诺各个路由 对吧 OK 那我们先 这一小节先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一小节 再去继续把这个地方 给它玩上起来 好 感谢观看